收购推特并将其改名为X的马斯克·Elon Musk 18日在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会面时 透露他考虑向X全体用户收费 据UPI报道 马斯克在讨论有关人工智能的议题时 提及他打算将X打造成一个付费订阅的平台 马斯克透露 X目前每个月平均有5.5亿个活跃账号 一旦决定收费将可以对抗庞大的机器人大军 马斯克表示 他规划让用户每个月支付一些费用来使用X 但他没有透露收费时间点和定价等相关细节 目前X仅向或官方认证的蓝沟沟账号收费 每月价格为8美元 对抗机器人大军 网络哗然 马斯克周一提出使用X平台前推特每月小额付款的设想 他称这是他能想出来对付庞大机器人军团的唯一办法 此话惹翻网络 专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 这一建议似乎合乎逻辑 但也可能摧毁其用户群 这是X社交平台前推特所有者马斯克提出的第N个建议 据说 此局只在减少该平台上的机器人数量 9月18日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与马斯克会面时提出了网络反犹太主义问题 以及马斯克的X平台如何防止使用机器人大军来复制和扩大反犹太主义 法西社说 由计算机程序而为人类运行的机器人账户在X平台系统上很常见 它们可被用于人为放大政治信息或煽动种族仇恨 马斯克回答说 他的X社交平台公司正在向每月收取少量使用费的方向发展 他补充说 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抗庞大机器人军队的唯一方法 马斯克说 因为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只有一分钱的几分之一 就说一分钱的十分之一吧 但如果有人需要支付 哪怕是几美元 一个微小的数字 机器人的实际成本就会非常高了 这一建议让社交网络的用户们一片哗然 据马斯克称 该社交网络每月有5.5亿用户 而在2022年5月 Twitter曾表示 其日活跃用户约为2.3亿 一家媒体关系公司的负责人 兼商业内幕专栏作家埃德·齐特伦 埃德·赛特伦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网站就完了 花费多少并不重要 大多数人都不会付钱 这会一举扼杀网站和广告收入 搜主意 法西社说 这位科技巨头 自2022年10月 以440亿美元的价格 接管该网络以来 已经做出了许多改变 他采减了数千名员工 推出了付费选项 取消了内容审核 并恢复了之前备进的账号 包括美国前总统 唐大德·特朗普的账号 今年7月 马斯克表示 该平台的广告收入 损失了一半左右 此外 X的蓝色高级服务的推出 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 每月只需支付8至11美元的订费 便可享受某些特权 如在个人资料上打蓝钩 以进行认证 可发布更长的推文和视频 取消或修改发布内容等 但这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根据专门从事社交网络的 IT开发人员 特拉维斯·布朗 Travis Brown提供的数据 在前推特40.7万个 拥有旧版免费蓝色徽章的账户中 只有不到5%的账户 订了付费高级服 Business of Apps机构主管 詹姆斯·库珀 James Cooper 告诉法系设计者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 Twitter向用户收费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与Meta集团 等其他社交网络相比 该公司一直未能建立起 有效的广告系统 他警告说 但是 Twitter的价值在于 与庞大用户群的 存在相关的网络效益 而服务的统一定价 将大量减少用户群 从而破坏网络的价值 AppT-PI机构主管 Adam Blacker补充道 自2006年推出以来 它一直是一个免费网站 尽管有免费的替代品 而且 该产品已经下降了近一年 为什么要付费 我相信 征收任何费用 即使是每月99美分 几乎会立即导致 Meta的Friends 新增数百万注册者 它指的是 马克 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团队 于7月推出的新社交网络 法西社说 埃隆 马斯克和本亚明 内坦亚胡之间的对话 是在X频道播出的 背景是 马斯克与总部 设在美国的犹太组织 反诽谤联盟 ADL 发生争执之际 马斯克指责这个反诽谤联盟 ADL 毫无根据地指控 反犹太主义 吓跑了广告商 损害了他公司的收入 并威胁要起诉他 要求赔偿数十亿美元 给大家看